位于云南红河州金平县的蝴蝶谷 是世界上蝴蝶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蝴蝶种类多达320多种 最近蝴蝶谷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蝴蝶爆发期 上亿只的幼虫将在一个月内与化成蝶 场面十分壮观 中国红河蝴蝶谷地处中越边境 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 立体气候明显森林资源丰富 该地拥有中国12个蝴蝶棵中的 11个颗400余个品种 其中用标本和照片能够说明的 有320多个品种 数量位居世界第一 每年五六亿份都会有这种现象 数量都在上一只 这种现象的形成 第一个是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 第二个这里的气候条件也非常好 是处于蝴蝶近环蝶最实意生长的区域 记者在现场看到 大量渐缓碟以破茧而出 在山林间 小溪边 山间小路上扎堆 形成漫天飞舞的景观 为了保护这一景观 当地出台了蝴蝶谷保护管理条例 并成立蝴蝶谷管理专门机构 加强蝴蝶谷资源的保护 今年该地预计将有四个蝴蝶爆发点 爆发将持续至7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